哇,这盆灯的非常漂亮啊,好久。 这个镜头给的很及时,缝隙中间有一个单轿。 另外,粉球左下这一口,应该也是有下的。 军阳局,林善丰有点紧张,这是正场的。 这场球如果能够战胜西金斯,应该算是他职业生涯力比较大的一场胜利。 15分钟。 15分钟。 把铁子放入铁铁肉 放入铁铁肉 放入铁肉 放入铁肉 快去吧 还是有点压力 一哭泣 受一点力 心思逃过一截 分数上西金斯还领先着 节点上 这球想传下太难了 这别留带口都可以了 金斯还是想让这颗球 尽量维持一个死球的状态 但是打确实太近了 不好打死 就惊贴一杆让它变死 贴球吗 好球啊 好球 依旧维持一个两颗死球的状态 领先21分 Double case 不会还有运气吧 这球要是再运进去 那可太吓人了 心思现在有一个比较 难的切球的机会 好球 篮球有一个向下的角度 本身这颗球如果不活呢 四颗红球的话 这球还有分斗空间 但现在心思变成了一个 相当于五颗红球的 活球的局面 这个就有机会啊 很有机会了 看这上手调整 现在手还是比较紧 白球离库边太近了 角度也不好啊 这球依然是一个难度球 粉球下方这颗 索性没给林山峰留 留一个黑球 K粉球 红球的角度 两颗红球的话 还剩43 现在领先36 还是有机会的 一红一彩 现在粉球 左侧这个红球呢 有没有直接打 这个左顶的机会 没错 22 现在42 一红一彩 没超啊 虽然是一个超分的 好机会浪费了 但是现在这个优势 整体来说还是不小 决胜局领先这么多分 而且对于心思来说 终归是大场面球员嘛 对吧 可能更习惯 在决胜局压力的处理上 对于心思来说 对于心思来不错 对于心思来 那么较 绿球右侧这颗球是不是可以薄到 现在咖啡球也是一个相对有难度的状态 所以新思这个红球的压力也还好 我能放到咖啡球后面就更完美 现在更靠近左边窟边的这颗还算是个半死球 这场球不过说再实际点 这场球即便这个西金斯显胜 比赛打得这么慢 晚上还有一个接场 接场是对阵卡特和田奔菲的胜者 田奔菲3比2领先卡特 这比分也稍微有点没想到 两场 球没有结束 打一个两边分 这球不敢翻呆了 台面是51啊 我是又说错了吗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精力确实是已经没有那么集中了 这边就还是防到 扎干过来 把这个带口球破坏了就行 不敢翻呆了 嗯 不敢翻呆了 好 我算了是蓝货 不敢翻呆了 我帮你看我的视频 有露得我来的 嗯 没人不敢 可以吧 啊 还不敢翻呆了 心思这赛季已经30个安破百了 心思指领签39 这球至少得打俩红才算赢 心思 DANIL 现在填崩飞和卡特那边的进程也够慢的 3比2这甚至还没有到决胜局 但是那场球开的好像比心思这场晚一点 这是什么保守的套路呢 台中这颗心思能攻吗 底带这颗能切吗 加点力 这球就是加点力 这打不进的你给它绷出来 从带口绷出来 这场市 这场市 喂,这个关键时候啊,还是打劲了,颤颤优优的还是打劲了 贴一根 三十八,支领线三十八 边裤边裤,解这个右侧底带的这一颗 差的有点多呀 三十四,西金斯是一红一彩超分 这根像是有了 哎,还是差一点 这领先三十了 依旧是一红一彩超分 哎,这球不会解过吧 好,还好啊 这颗打火的话就只能台面上算一颗半死球了 这颗打火的话就只能桌面上算一颗半死球了 这颗打火的话就只能桌面上算一颗半死球了 这球对于西金斯来说,现在打啊,就很有可能打丢啊,所以还是考虑防守啊 保证,保证台面上有一颗死球,对自己还是很有帮助的 保证台面上有一颗死球,对自己还是很有帮助的 保证台面上有一颗死球,对自己还是很有帮助的 有侧的薄球 这个算是一个西金斯比较舒服的制胜机会了,至少是一个整手架的进攻 他虽然不是很直,角度有点大,至少是一个整手架的进攻 比之前那些贴裤的,别别弄弄弄的,还是要强得多 而且这球即便不接踩呢,打进的话,做防守的话也很有机会 这不容易啊,篮球,篮球,有下球 太难了 赢得太难了 稳稳地把这颗球推进可不可以啊 今天这场球对于新思的球迷来说啊 憋屈 非常不容易啊 4比0赢古尔多 4比0赢 乌森巴赫,然后和林山峰打到决胜局 而且赢得这么艰难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西金斯的稳定性的问题 看说新思能不能连打三场好球 最终还是没有 最终还是没有 而且,索性他的竞争对手那边也是一场敖战啊 田崩飞和阿里卡特 现在田崩飞是赛点之下41比36领先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拿下这场胜利 可能如果是打田崩飞的话 对西金斯压力还能小一点 非常不容易啊 这个西金斯终于艰难的打进了16枪 这个赛季他没有打进过8枪 凌晨将是他突破的机会 这场秀大家看的辛苦了 还是恭喜西金斯4比3战胜了年轻锋 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就为大家带来到这里 感谢大家一天的陪伴 再见